为救弟弟,父亲将姐姐嫁给傻子,多年后解门前,围满豪车。 阿红除了有一个比自己小三岁的弟弟外,只剩一个已经年迈体弱的父亲,一家三口在村子里相依为命。 阿红四岁的时候因为贪玩不小心掉进了鱼塘,母亲为了救她而离开了人世,这是父亲告诉她的。 为此父亲也不喜欢阿红,认为是阿红害死了妻子。 父亲是个重男轻女的人,自小父亲就特别溺爱弟弟,而对阿红就非常刻薄,从读小学开始便逼住阿红做一些苦力活。 阿红也算比较懂事,知道家里的情况如此困难,并没有太怪的父亲,父亲叫做什么,都默默地去做。 但是,无论阿红怎么努力去帮父亲,只要阿红稍有半点过错,父亲都会对他痛打一顿。 这个时候,阿红既不说话,也不躲开,而弟弟就在一边大声地哭住,弟弟哭得越厉害,父亲就打得越痛,认为一切都是阿红祸害的。 阿红在这个家庭里感觉不到半点温暖,经常在夜里默默流下眼泪。 父亲靠住打零散工把姐弟两人拉扯大了,阿红却因为家里原因一直没有嫁人,父亲也不肯让他这么造假,想让他帮家里多赚几年前。 这天,弟弟跟往常一样,放寻了背注书包回家,但是在回家的途中突然晕倒了,幸好有好心的路人把他送到医院,经过检查弟弟患上了一种很难治愈的病,需要十万块钱来做手术。 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事情,父亲显得有点不知所措,因为这笔钱对于一直在农村的父亲来说,简直就是天文数字。 平时做接散工勉强能维持家里生活,现在就算是买了家里所有的家当,也拿不出十万块钱。 父亲在百般无奈家,突然想去前几天村里来的那几个媒人,有个有钱的人家交托他们来村里说亲,虽然彩礼能给很多,但是,对方是一傻子。 当时父亲也没有理会他们,就算再怎么不喜欢自己的女儿,也不会把亲生的女儿嫁给傻子。 但是如今面对住这种儿子性命危在旦夕的情况,父亲叫来了阿红,想把阿红嫁给那个有钱的傻子。 阿红嫁,现在家里这样的情况你也知道,弟弟现在危在旦夕,家里也没钱,父亲也实在想不到其他办法。 父亲很无奈地说道,爸,你不用说了,我嫁过去吧。女儿很果断地回答住。 父亲愣了一下,还没等他开口,女儿已经知道父亲的用意了,阿红答应了嫁给那个傻子。 其实,阿红嫁给那个傻子是不想再待在这个所谓的家了,父亲从小到大都把他母亲的死归结到他头上,这些年来这个家从没有给过他一丝温暖,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开这个家了,也把欠这个家全部还清。 半个月后,阿红嫁了过去,刚开始时,有些不习惯,一切都好像很陌生,并且自己就像一个外人。 但是,阿红慢慢地发现自己的丈夫好像并不傻,她只是在前一段感情里被前女友狠心抛弃了,受了打击,一直都走不出阴影,所以外人才会觉得她很傻的样子。 阿红嫁过去后,对丈夫悉心照顾,慢慢地丈夫就走出了原来的阴影,开开心心地和阿红生活住,而且丈夫也很疼爱阿红,什么苦力活从来都没有让阿红做。 在这个新家庭里感受到的疼爱,是阿红二十几年来从未感受过的,突然有些受宠若惊。 自从嫁过来后,阿红就没有和家里怎么联系了,他只知道弟弟的病已经治好了,并且重新回到了学业上去。 一年后,阿红生下了一个儿子,原本就在城里做生意的一家过得更加幸福了。 但是,在孩子出生不到半年后,丈夫家里的生意却遇到了重疮,一夜间变成里一无所有,公公婆婆婆家庭出现了这种重疮后,都相继离世,留下了阿红一家三口沦落街头。 面对这种情况,阿红的丈夫不得不外出去打工维持生活,而阿红就在破烂出租屋里照顾不到一岁的孩子。 时间一晃就过去四年了,阿红还是一直住在这个破烂不堪的出租屋里。 一天,阿红在门口转铃散的手工火,孩子就跟在旁边玩耍住,突然门前来了一排豪车,阿红抬头看了一下,足足有十排之多,在前排的车里下来了一个衣冠端正的男人,阿红认真一看,原来是他的弟弟。 阿红很惊讶地走了上去,弟弟很亲切地拉住阿红的手说,姐,我来了。 原来弟弟在病好的第二年里,就跟住村里的人外出工作,并且他努力地得到了老板的重用,自己赚到点钱后就去开餐厅,在他的努力奋斗下,不到三年就开了几十家连锁店,在他成功的时候,一直都没有忘记自己姐姐曾经的救命之恩。 阿红痛哭地抱住弟弟,在父亲家里受过的委屈不说,嫁给丈夫后又要面对这样的命运捉弄。 弟弟知道没有当年阿红的救命之恩,也不会有自己的今天,后来在弟弟的帮助下,阿红和丈夫在城里重新做起了曾经的生意,生活又是红红火火的。